那年冬天雪下得很大 在漫天风雪中 一辆国际列车穿越中苏边境 秘密驶入了满洲里火车站 只有几少数的人知道 在这辆列车的其中一些车厢里 装载着一件非常特殊的礼物 欢迎来到中国 欢迎来到中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计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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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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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孙家栋同志 想想 想 孙家栋 你是不是又梦见上板洲里接导弹去了 这回怎么样啊 看见了吗 这回还真看见了 你给我说上 是什么感觉啊 心调加速 就跟书里头写的那个 看见初恋的感觉一样 是吗 我跟你说啊 你的这位初恋到北京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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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